我以为我真的可以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原谅我 我不能跟你 我十三十 沈定伟重重地叹息一声 然后轻声过去 一把把她揽进自己的怀里 刚刚有没有摔疼 你为什么不怪我 你为什么不骂我 丁飞 傻姑娘 我该怪你什么呢 这又不是你所想的 相反的 我已经看到了 我看到了你真是想和我在一起的 做不到 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的事 怎么能怪你呢 可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应该是这样 我 你那么好 可是我 我都懂得 爱情怎么能跟一个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世界上有很多明明也就很好的两个人 但是他们就是不相爱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 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什么 在我心里 你真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 我想把自己给你 我真的特别特别想 我也特别特别的希望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都明白 只有跟你在一起 我才会过得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可是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这么半天的功夫 蒋介南说了太多句的对不起了 而从他刚刚的行为举止来看 他是真的挺想真诚的试试的 蒋介南的身体到底能不能接受审定北呢 只是现实总是特别残酷的 嘴巴可以说出来的 心里却听不了你的使唤 身体也不听使唤 他们给出了最本能的回答 不是那种的回答